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下去的最大动力。 这次我们要做一个解构,解构区别于表面,这世界上95%的人都是停留在表面。 很多人都会问,你为什么很健康?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你的领导哲学是什么?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让你觉得这是你人生中最伟大的一年。 你也可能会问,你在什么日子做出了什么事,让你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他们可能无法回答你,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很肤浅的。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渴望那种能载入史册的生活,但是都困于对伟人们肤浅的崇拜当中。 但是那些人,那些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人,并不是肤浅的,他们是清晰立体的,是会精益求精的人。 有时候,创业并不是像电影中演的那样惊心动魄,也不是实时需要斗智斗勇。 很多伟大的人,也不是有什么传奇的经历,像是有什么神明点画一样,忽然像开挂一样,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走向了成功的顶点。 他们没有办法告诉你,自己的人生中是哪个高光时刻从此点亮了他们的事业和人生。 相反,成功的秘诀很可能隐藏在非常微小的细节里。 那些你偷工减料的地方,那些你失之以鼻的地方,那些你全然忽略的地方。 如果你对F1有研究,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会精确到骨子里的运动,他们会关注最细微的细节,精确到最小的刻度,就好像有的酒店的鲜柠檬茶会帮你细心地挑出所有的果盒。 正是这些造就了第一名和第十名的区别。 对于F1比赛来说,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毫秒就决定你的胜负。 如果你每圈都跑得更快一点,坚持下去,这种一致性就是你掌握一切的基础。 这就是第一名和积极无名之间的区别。 所以如果你观察一下这世界上前5%的那些人,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会把柠檬子挑出去的人。 提到知名奢侈品牌Montlea,可能你们很多人都如数家珍,但是有谁知道,它曾经只是一个过气的小众专业滑雪服品牌呢? Montlea的CEO雷莫·鲁菲尼是一个意大利人,在2003年他收购了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并成功实现了逆袭。 他曾经说,Montlea的战略是基于独特性和独创性的,这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懂得如何接受并鼓励这种战略的行动。 正是因为这种独特和坚持,才使Montlea可以逆风翻盘,走出困境,最终在一众时尚品牌中脱颖而出。 意大利人就是做事注重质量,美食、咖啡,甚至是靴子都很棒。 质量是他们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他们精神、心灵、健康和灵魂的一部分。 曾经有人问他说,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他说,是番茄意大利面。 这道菜其实很简单,也就是意面、番茄、番茄酱和橄榄油做成的。 但是他却说,正是这些简单的食材精确地组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这种完美的交响乐。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认真思考你的生活,你所处的行业,你的生产力和你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我们想要那95%的人真正去思考如何才能成为顶尖的人,去做精益求精的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解构的意义所在。 通常,我们对于日常事物的认识都是非常笼统和模糊的。 但是,你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只是随口说一句,我这一天过得超棒,而是要解构这一天为我刚刚遇到了我的一生之爱。 解构就是一件神奇的事,当你去了一家超喜欢的餐厅,遇见了某个非常聊得来的人,这种经历你肯定也有过吧。 有些人不论他们处于哪个领域,手中的工作就是他们的魔法棒,他们可以施展他们的魔法,可以用食物写出优美的诗歌。 如果你吃过这样完美的一餐,无关费用,只是说体验非常好,那么当你回到酒店,或者第二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就把这些经历写到日记上。 日记这个点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个小伙伴没有这个习惯。 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记忆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会随着时间不断地进行编辑,一直演变到你自己都信以为真的程度。 时间久了,你就会忘了自己曾经有过那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忘了那些本以为非常印象深刻,甚至刻骨铭心的经历。 你甚至会忘了自己踩过的坑,落过的陷阱。 所以我们会重复不断地点自己曾经吐槽过的食物,犯自己曾犯过的错误,就好像百年孤独中所表达的那样。 历史就是不断地重复,而人们却都已经遗忘。 别对自己的记忆太自信,你深信的东西可能只是你的头脑经过精简和编辑的幻境。 而写日记和不断地解构会让你的思维和日常的行为变得非常精准和细致,你会非常清晰自己在做什么,而这一点与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是相同的。 当然也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你,会说你是有强迫症吗?怎么那么关注细节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笑着说,因为细节就是决定一切。 而那些质疑和嘲笑你的人则不会从自己的过去中汲取营养,也不知道要如何改进。 他们不会关注到自己生活中细节的东西,也没有机会意识到自己本可以通过改进那些细微的点,成为更加卓越的人。 那些伟大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智商报表,也不一定是天纵英才,他们只是比我们看得更仔细,比我们做得更近一小步。 在人生这个漫长的旅程中,他们就是靠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领先,逐渐形成了自己眼光和能力上的巨大优势,慢慢与我们拉开距离,让我们望尘莫及的。 如果你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下,比如说研究下那些了不起的运动员,研究下那些伟大的F1车手和他的团队,他们做的就是精确到柠檬籽那么小的事情,他们会精确配比番茄,他们对于细节的注重都会达到偏执的程度。 所以,他们才成为了最好的酒店,最优秀的企业家,最好的团队,市场领跑者,最美味的餐厅,造出最完美的车,最好的产品,提供最优质的用户体验,他们会为最微小的看似无伤大雅的细节,担惊结虑,来逐渐创造一种用户体验,最终享誉全球,拥有一些狂热的粉丝。 所有的奢侈品,所有优秀的人,走的都是这个路线,你认为奢侈品只是款式上更加新潮,更加亮眼吗? 但是,类似的款式会被疯狂模仿,二线商家会疯狂跟进,推出类似的商品,那为什么奢侈品的价格却可以是仿制品的十倍百倍呢? 他们出售的是精湛完美的工艺,是百里挑衣的用料,是一流的客户体验,是他们靠着精益求精,靠着坚守品质经过多年而积攒下来的品牌。 所有这一切都能把那些形似神不似的仿冒品远远抛下,所以我们再来解构一下,你要把这些牢牢刻在你的脑海中,前面我们讲到了如何解构你所经历的事情, 从而把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从表面向细节转化。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大脑纹身,这会对你很有帮助。 很多人反映说大脑纹身让它们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使它们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那么大脑纹身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些让你看上去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特质,其实正是让你与众不同的天赋。 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不是要宣传我们的思想,而是要为你服务的, 要向你呈现价值,或者说要唤醒你的英雄本能,唤醒你与生俱来的能力。 当然,我们不是要说什么玄学的东西,也不是要说什么超自然的研究,就只是一些科学的东西。 你可能也看过很多神经科学的伟大研究,其中还包含精妙的药学内容。 如果你行为得当,就会释放皮质唇这种恐惧荷尔蒙,还会分泌多巴胺,那些神经地质。 同样是一个人,但是只要你学会控制自己,就能够成为人人艳羡的天才。 我们想说的是,这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神经科学,心理神经免疫学,以及对于精英行为模式的数据和研究,已经超越了神秘主义和哲学的范畴。 超越了马可、奥勒流那些著名的学者,超越了那些几千年来被奉为闺孽的圣书。 你可以成为天才,你可以到达伟大,你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天赋,你其实也有天才的大脑。 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顺时脑前额叶功能低下的状态,而这所有一切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并且在许多亿万富翁身上都得到了印证。 所以你要记住,今天你所要思考的大脑纹身,是有科学依据的,你确实是有天赋的。 你深藏着力量,你也能够想出绝妙的想法。当你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就能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你能够学会保护好你生活中四个宝贵的财产,包括控制你的精神专注力、体力分配、日常的意志力和时间, 那么你一天中能够完成的事情,比大多数人一周能做的都要多。 很多人可能对此缺乏信心,他们会说,可是我精力不集中,我就是又缠又懒,还特别容易放弃。 我还有很多全职的工作,时间总是不够用,别再找这种自暴自弃的借口了。 其实大多数人和精英并没有那么精卫分明的界限,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练习和坚持来实现。 我们本次节目中谈到的大脑刺青也很简单,那就是那些让你看起来格格不入的特质, 其实是让你鹤立鸡群的天赋。 我们都知道,你是与众不同的,如果你没有察觉到自己的特别, 那你也不会在这里观看堆尖机遇的节目。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毫无过人之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对自己的天赋习以为常,或者是抱殲天物了呢? 你可能并不能常常跟别人侃侃而谈,但是这是很正常的, 你不能融入只是因为你与众不同。 大多数人的话题无非是新闻八卦,而你如果对这些一无所知, 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比起贬低别人,你可能更喜欢鼓励别人。 比起忙忙碌碌,你可能更喜欢高效。 比起沾沾自喜,你更喜欢有创造力。 比起夺人所爱,你更喜欢创造价值。 比起沉迷过去,你更喜欢开拓现在和未来。 比起停滞不前,你更喜欢高歌猛进。 比起自愿自义,你更喜欢挺身而出。 比起钻牛角尖,你更喜欢勇于尝试。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本能会强于智力。 我们要说的就是,正是这种种让你变成与众不同,让你更真实。 所以,如果你还在苦恼你的不合群,那我们要告诉你,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你很难参与到七嘴八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谈话中,很难和他们一起哄堂大笑,无法和他们一样肆意地开别人的玩笑。 但那又怎么样,可能那正说明了,你比他们更优秀而已。 不要受困于别人给你贴上的标签,不要说我只是个程序员,我只是个餐厅或公司的接待,我只是个瑜伽老师,我只是个健身教练,我只是个餐厅的厨师,我只是个老师。 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接触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这样说,我就是个企业家,我就是个学生,我就是个妈妈,我就是个爸爸。 不,你不止于此,你是个独特的人,存在即合理,没有哪个人是多余的。 如果你不是独树一帜,慧眼识珠的话,那你怎么会参与我们的节目呢? 怎么会观看我们这所有的励志内容呢? 怎么会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种蓬勃的生机呢? 那些普通人们总是太过关心心闻,张口闭口都是八卦,总是把别人想得很坏。 他们用抱团来表示自己的强大,用大家都这样掩盖自己的不思进取。 这就是世事都愁出不前的心态和一切皆有可能的心态的区别。 而你和这些人的区别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就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如果你泯然众人,那你就只能得到庸庸碌碌的一生。 而你内心深处却有着对于不凡的渴望。 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会观看我们的节目,而我们只是要告诉你这个事实,为你站台,为你加油鼓励。 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你的天赋。 当你觉得格格不入的时候,那正是因为你用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 麻雀胭脂洪湖之质,苹果的创始人斯蒂夫·盖瑞·沃茨尼亚克, 史蒂夫·乔布斯,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人。 否则,他们也不能走出与众不同的道路,创造出跨时代的产品。 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也从网络的发展中看到了那种成功的可能性。 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特雷莎修女,贝多芬·米开朗基罗, 哪个伟人没有与常人不同的眼光呢? 他们就是因此才成为伟人的,不是吗? 天才就是常常会被人误解,因为天才本身就是无法融入到普通人当中的。 所以说,如果你也很难融入周围的人群,或者人们会说你很怪异,很不合群, 甚至说你疯疯癫癫,那么我们要说,我们就喜欢你的疯癫, 喜欢你在人际关系中的笨拙。 虽然你跟好多人都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你有自己的做事原则, 你能坚持下去,而这些终将改变你的人生。 你并不是那种上班比上坟还沉重,每天嚷着躺平摸鱼的年轻人, 你也不会沉浸于过去的辉煌,你每周都会观看我们的节目,致力于不断提升自己。 你每周末晚上都会仔细规划自己下个周的行动, 然后奖励自己一个丰富愉快的周末。 这叫做每周计划体系。 这个体系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有些人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因为每一个颠覆性的想法问世之初都会备受质疑。 人们会觉得匪夷所思,会说什么莱特兄弟想要飞上天, 什么亨利福特先生, 你不要升级马车,而是要造出一辆车吗? 理查德·布兰森先生,你要把人送到月亮上吗? 什么? 曼德拉先生,你想要解放自己的国家吗? 你自己都还蹲在监狱里呢? 什么?特雷莎修女,你想要帮助挨饿的人实现人性的自由吗? 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不断推进的。 英雄主义的历史就是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一片唱衰声中, 不断地朝着那微小的可能性前进。 历史就是不断地理性地思考, 是受压迫的人与精英阶级的对抗, 事变不可能为可能, 这个进程将会不断地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要祝贺你, 我们尊重你,赞颂你。 你要记得, 保住那些让你看起来不合群的棱角, 保住你的真实性, 保住那些生活赋予你的天赋, 那并不是诅咒, 而是无与伦比的祝福。 保住你的与众不同和怪异, 然后找到那个能与你惺惺相惜的知己。 你要明白, 如果你与人话不投机半句多, 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并不适合你。 不要让自己充满愤满和记恨, 放下那种对于受人拥戴的执念吧。 人生本来就不是什么科学, 也不是什么艺术品, 它并不完美, 但是你总能找到那些同道中人。 他们理解你, 理解你的语言, 支持你的理想抱负, 你说的话再怎么无趣, 再怎么枯燥, 他们也欣赏你眼中夺目的光芒。 他们知道你组织生活的方式, 理解你这么做的原因, 真心祝贺你的成就, 与你有共鸣, 与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都因此而充满活力。 我们相信, 当有人看到你观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人一边刷着Netflix的剧, 一边对你嗤之以鼻, 说你这样的人想要改变世界, 就是痴心妄想。 不要在意这些人, 他们就是那些对错过扼腕叹息, 对机会望而却步, 还要通过不断泼别人冷水来证明自己的人, 这就是他们存在的方式。 但是也肯定会有人为你的努力而深受鼓舞, 自残行贿, 从而愿意跟你一起努力, 彼此激励。 很多人都会厌恶自己的工作, 厌恶办公室里而与我诈和同事间的斤斤计较, 进而他们会怪罪自己, 能力不足才无法适应社会。 但这可能恰恰说明, 你比他们都要优秀, 宽厚和端正。 你的人生会充满快乐, 爱, 你会正直有创造力, 会有人理解你, 与你相互促进, 你们玩得很好, 有创造力也充满了激情。 你们会扶持彼此, 走出低谷, 这就是朋友的意义, 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如果你也有与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触动, 让你对自己, 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了解, 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到更多迷茫的人。 可以让这个世界少些仇恨, 多些美好, 少些脚步匆匆, 多些创造活力, 让你身边的人认识到, 他们并不是无名小卒, 不是谁人生的背景, 每个人都很特别, 很有光芒, 而你也可以交到更多真心的, 能对你有所注意, 而不是让你灰心丧气的朋友。 那么, 你的人生中, 有没有对你雪中送炭, 更甚于锦上添花的朋友呢? 把你的宝贵经历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吧, 让我们也能够被温暖的友情治愈。 你也可以选择改变世界, 而不是借口说自己一无所长, 没有这个能力。 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 我们就能帮到更多人, 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让他们找到前进的勇气, 找到自由。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点赞和订阅。 这里是堆尽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